歡迎回到金融新聞的現場 黃色小鴨來到金融展出 但受到空氣影響 已經連續洗了兩天的澡 還是沒有辦法洗乾淨 有民眾認為了 凸顯了金融空氣品質不佳的問題 不過根據環保署的資料顯示 金融的空氣品質 比起北部其他縣市還來得好 到底什麼原因 讓黃色小鴨變得髒兮兮 外界都很關心 高雄港其實也是在港邊 可是就不會有變黑黑的情形 可是為什麼金融會有 採展出幾天 黃色小鴨就遇上空氣污染問題 變得髒兮兮 黃色小鴨不管怎麼洗澡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洗乾淨 讓民眾覺得很可惜 下雨就滑滑滑 我們空氣走不上去也是有問題 那個高雄下面這麼嚴重嗎 油耳有問題 我們要保護氣球 不要讓黃色小鴨黑黑的 根據環保署 一份空氣品質監測的數據 12月份金融的懸浮為例 平均值是在36.63 比起黃色小鴨 9月份在高雄展出期間 測得的平均值 竟然高達65.16 這顯示了高雄的空氣污染 比基隆來得嚴重 高雄展出的時間在12月 空氣品質 PN10的懸浮力大概在34.63 那高雄展出的話是在9月份 然後PN10的懸浮力大概在65.13 所以從空氣品質來講的話 基本上基隆是比高雄好的 但是最主要可能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但是高雄展出的時候並沒有下雨 現在外界將污染的元凶 指向協和發電廠 港區的污染及車輛排放問題 到場關心的市議員張耿輝說 環保局每年編列七八千萬的空污費 希望環保局重視空氣污染的問題 黃色小鴨本來來我們基隆展示 是一件非常快樂幸福的小鴨 所以我展示幾天就是灰頭土點變質的黑面鴨 興趣的請環保署來支援來檢測 我們到底我們基礎的空氣品質 是不是有受到嚴重的污染 因為空氣污染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東北季風最近也是帶來的大雨 那也帶來的一些沙塵的一些影響 然後在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在12月27號的時候 也造成了全國的那個空氣的瞬間的不良 黃色小鴨受到基隆多雨的天氣 容易附著污染物 但環保局已經請環保署資源 將進一步的查明真正的污染原因 記者黃少民採訪報導